鉴定一下养生粉丝的毒手 这是一个甘肃的粉丝不咬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照片 从这瓶座的造型来看 应该是抓死了手不咬的 一条阿拉善腹 它是我国毒性最强的副手 拥有强烈的神经毒性 由于它目前所在的医院 没有抗毒血清 去南州得花三四个小时 我能不能先用别的方法处理一下 我问它排毒了没 它说它用嘴巴吸的 我去都2023年了 还有人用嘴巴吸毒 妥妥的反面教材啊 目前它的症状只有局部肿痛 最好还是去打血清保险一点 于是让它前往南州有血清的医院 这里我问它有没有头晕眼花 是在确认有没有神经毒症状 如果已经出现了 较为严重的神经毒表现 这样自行转移是不行的 因为路程有两三个小时 万一在途中呼吸衰竭就报告了 幸运的是 蛇似乎没有排除多少毒液 它只是肿胀加重了一点 待在医院后检查 零血没缘时间略有延长 16.4秒 其他都没啥问题 打了血清就可以安心了 这是一个粉丝的父亲不要了 他说是主清舌也就是主月清 这角色的黑色部分是涂的药啊 伤口处是愚红的 符合主月清的咬伤特点 既然是主月清咬的 那叫考虑是否有灵血异常 因为灵血异常才是真正危及生命的 于是问他出血没 有没有查灵血功能 他说灵血还没查 不知道用了什么血清 后来询问了一下 用的是五不死月清一支 并催出他父亲尽快一做检查 那么像这种主月气咬伤呢 可以加一只腹射血清 帮助消肿 如果有灵血异常 再追加五不死月清 数小时后检查报告出来了 他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 都出现了下降 提示溶血 纤维道别源下降至1.5 有轻度灵血异常 还好啊 一个粉丝的妈妈说 他被主月清咬了 但他觉得是红绵颈超舌 也是问他伤口有没有出血 他说伤口没怎么出血 只打了副死月清 从这个回答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红绵颈超舌 原因后面再讲啊 随后问他腿上的红疹 是最近起的 还是被咬后就出现了 问这个是考虑血清病 也就是打了抗体月清 我出现了免疫复合物型超明反应 他说是昨天起的 他自己擦了个土方纸 蛇药酒就开始痛了 这个显然是蛇药酒的问题啊 我询问了他妈妈 一开始被咬的症状 主要为局部疼痛肿胀 少量出血 确实像竹月清咬的 与红波级超舌完全不符 红波级超舌咬人 伤口味出血不止 而且不会那么痛 至于他涂了这个蛇药酒之后 反而更严重了 我只能说不要乱用偏方 上山挖笋被蛇咬伤了 现在已经送往县医院了 手臂非常肿 坐标云南 上山挖笋不咬了 我们直接看照片 在背部两侧有错开的黑斑 身形较为短胖 一条烙铁头 应该用腹色月清 我家的把这个绳子松开 这绑的手指都缺血了 本来不一定会坏死的 你这一绑不想坏死都难 后面经过治疗后 没啥大问题了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关于绑扎的问题 绑扎在早期是被推荐的急救措施 后来出现了不早因绑扎导致坏死的 于是绑扎的利弊出现了争议 目前各种蛇伤指南中 都是不推荐直接用绳子绑的 他们推荐的绑法是 绷带加压法和绷带加板固定法 但这些都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拥有弹性的布条 来做一个简单的加压 那我们国内的毒蛇里 哪些是必须要绑的呢 神经毒性强的 比如银环蛇 金环蛇 眼镜王蛇 而周赛那蛇是明确不建议绑的 因为它的神经毒对人类受体 亲和力较差 主要表现的是细胞毒性 绑了很容易坏死 以上就是确认要绑和不绑的 至于其他蛇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局部肿胀 那就赶紧松掉 不要绑了 我是重庆将近的网友 我爸昨晚九点半 在村里老家室内被蛇咬了 他说是毒蛇 我们本地叫红蛇 急了血出来 用白酒冲洗伤口 肥皂水跑了 我想到什么蛇 蛇咬到了左脚一个脚趾 昨晚脚踝以下都肿了 今天早上起来更肿了 范围不变 当时穿的网眼运动鞋 伤口只有一个洞 重庆将近的啊 这条蛇咬完就跑了 没有视频照片 伤口就有一个睁眼 正作为局部肿胀 注意他只有局部肿胀 且只在被咬的微致 摸上去有一点点痛感 随后我问他伤口是什么颜色的 他说伤口是肉色的 这个非常奇怪啊 因为国内的主要商人 都在中能造成肿胀的 一般伤口处都会有鱼子 考虑到这蛇的地方 说明叫红蛇 全身是红蛇的 还没什么花纹 伤口又细小 我能想到的不是蛇 而是蜈蚣 蜈蚣咬人就是肿胀 且伤口不明显 不过一般会很痛 但他这个只有轻微痛感 他爸妈也确实看见是蛇 那就考虑葵科毒是咬的 可以去打个腹子月轻 几天后他爸打死了一条蛇 邻居说是落地头 也就是圆毛头腹 泥巴色的 万一就是前几天咬上 他爸的罪魁祸首 不过这颜色差异也太大了吧 有没有可能他爸一开始 就没有看清楚颜色 只是觉得像红的 如果真的是圆毛头腹咬的 那他症状算非常轻了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谁咬的 他发了一个短卫妇的照片 我问他确定看到的是腹蛇吗 他说家长把蛇扔了 确定是这种 我们来看一下伤口照片 手部出现的肿胀 有少量出血 符合短卫妇的咬伤特点 先用腹蛇月轻 被毒蛇咬伤后 伤口一定要做冲洗排毒处理 这是能减轻中毒症状的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伤知要保持自然下垂 不要发力 当天晚上小儿的病情就好准了 最晚上就可以出院了 这个说下载视频的也是我 顺便提一下 咱群里是不让发红包的 我们不收红包 先来看一下视频 这个身形一看就是腹蛇 身上有大块的黑色斑碗 一条长倒腹 应该用腹蛇月轻 其实北方地区常备的都是腹蛇月轻 主要的伤人毒蛇也是以腹蛇为主 不用怕用臭血清 第二天病人就脱离危险了 被咬地点是在前东南 干农活是被咬的 时间应该是下午两三点 昨天医生说有微弱意识 其他详细的不太清楚 麻烦了 请一定回复 他妈妈现在昏迷 没有伤口照片 出血 吐血 尿血 心慌 还会吐 腿很肿 伤口照片和检查报告单 正在去咬 这是一个粉丝的朋友的 妈妈不咬了 从她的描述来看 有非常严重的灵血异常 在贵州人造成严重灵血伤的时候 主要是五步蛇和直月轻 其中主月轻咬出灵血伤的非常少见 所以我们优先考虑五步蛇 于是问她伤口处 有没有取水泡血泡 水泡血泡是五步蛇咬伤的典型特征 一般严重咬伤 都会出现大面积的血泡 她说有发黑 但没有起泡 不过这是进ICU前的表现 至于进ICU后伤口的情况 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大概率就是五步蛇咬的 应该用五步蛇月轻 最后她发来了 刚到医院时做的灵血检查报告 可以看到灵血没元时间 活部分灵血回没时间 出现了严重的灵血一场 在之后的检测中 灵血没元时间 活部分灵血回没时间 以及灵血没时间 全部大于80秒测不出来 这是非常恐怖的参数 表明她的灵血系统已经彻底崩溃 必须要输血浆和灵血因子 那么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她已经用过两瓶 副色月轻和五步色月轻 但灵血并没有得到控制 可见这辆五步蛇排出了大量毒液 只用两瓶五步色月轻是不够的 还得再加 与此同时 她也并发了急性肾衰竭 希望能挺得过去吧 在两天后 粉丝说她朋友的母亲已经脱离危险 那太好了 能挺过来真的太不容易了 好的 如果你的视频学到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 另外我要强调一下 我只鉴定死了种类 以及对应使用的抗体 请示不给出其他医疗建议的哈